红方准备 蓝方准备 蓝方准备 比赛准备 attention 5 4 3 2 1 肯东击进行争霸 外卡赛 罗毕汉对阵白目大三角 绿连 我感觉罗毕汉应该会他的武器系统 双方完全是武器杠武器 但是罗毕汉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 武器系统就已经出现过问题 紧急修复 现在仿佛又出现了问题 但是白目大三角这边的旋转 刚才出了一点小小的偏差 现在立刻有调整好了 我觉得对于罗毕汉来讲 其实硬去忙 两边的武器系统已经全部出现了问题 但是更低机体的白目大三角 仿佛在这个时候 永远不可能被罗毕汉这样的机型给掀翻 对 现在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 就是如果两边的武器不能恢复的话 那会形成一个纯这种啪碰车式的打法 这个突然让我想到了一场比赛 好 我懂了 突然让我想到了一场比赛 但现在两边的武器系统已经全部当机 这就是横转机型的一些很大的比赛 最大的一个比赛 我觉得其实两边现在正确的打法是什么 是先拉开寻找一个机会 能不能让 这边罗毕汉他把他的武器插进去了 开始掰手腕 开始掰手腕了 你摆不摊他那种来讲 好像他的武器马上要恢复旋转了 恢复旋转了 恢复旋转了 但是罗毕汉他们的横转 罗毕汉很聪明 在自己武器没有能够恢复的时候 在对方武器还没有到达最大转速 先让他停止下来 但是如果这样硬上去钢的话 其实对方的武器转速是很夸张的 但是你要看一下 来来来的武器 其实 哎 转起来了吗 转起来了 转起来了 两边的武器现在都在慢慢的 确定这个不是由于刚才被击打以后的惯性吗 这种转速我觉得是惯性所导致的呀 啊 没错 他现在武器又再次刚才呈现了一个相对近乎的状态 这场比赛如果 我觉得照这个开始发展下去 罗毕汉还在失去自己的 等一下 冒烟了 如果这样不断撞击那方的武器 很有可能把百分大三角打停 因为整个的电子系统可能会有一些的连接 对 但是百分大三角这边 其实还有另一个进攻手段 就是通过前面这个前铲去撞击 也就是说玩碰碰车 百分大三角赢了 对 但是罗毕汉这边咬得很死 一直没有给对方停下来的顶部旋转 其实还剩55秒 其实这场比赛可以说是目前为止 我觉得打的最为纠结的一场比赛 也是最胶着的一场吧 我觉得打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法从我们角度给出一个明显的谁占上风 是的 但是从操作上来看啊 罗毕汉的操作 明显会更加的精细一点 但百分大三角这里的话 已不变 硬万变 对 而且确实在这样的武器构成的情况下 一旦武器失灵进攻的话 就会显得相对比较单一 哦 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消息 罗毕汉应该是有一个轮子已经出铺战了 所以他现在在原地打转 是的 从行动力上来说 他现在是远不及对手 那罗毕汉好像在尝试调整自己的横转武器 这个横转武器怎么突然就转起来了 他刚才上面这块挡板有一个上台的动作 有没有可能说在比赛结束之前恢复 但是好像现在双方都很难做到这一点 对 从行动力上来说的话 百分大三角 现在应该是完全战军主动的 1 0 这场比赛双方都没有KO对手 但是没有想到罗毕汉在第一场比赛失利之后 依然没有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武器系统 在这场比赛一上来 横转武器再次出现问题 是的 那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的裁判 专业的裁判组考验是比较高的 我就是专业的裁判 我大胆预测应该是百分大三角赢了 是吗 对 我觉得应该是罗毕汉赢了 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是站在两个角度在分析 我的角度是这样 我的角度是觉得罗毕汉在主动性上会更好一点 而且他每次出击的成功率会高一点 是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两边的机体如果从保存程度上 百分大三角已经冒烟了 但是罗毕汉的机体没有任何的问题 你不是认为大三角赢了吧 是 但是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但是从整体的武器的运转程度上来看 百分大三角的武器运转明显比罗毕汉更加的 怎么说呢 更加的时效更长一点 来了 这边我们已经拿到了最终的结果 究竟谁能够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静静等待着宣读结果 外卡赛第三场比赛 百分大三角对战罗毕汉 裁判 裁决获胜方为 红方百目大三角